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又发现了一款美食,好吃到不行 所以就迫不及待的来给大家分享了 今天所要用到的食材就是黑米 黑米是一种要时间用的大米 它的营养价值比普通的白米要高出3-5倍 它的铁元素比普通的米高达2倍以上 平时多吃一些对身体好处非常多 还可以减止瘦身 我们准备150克的黑米 倒入大碗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我们把黑米淘洗干净 我们在淘洗黑米的过程中要注意 洗出的水应该是橙纸红色的 因为它表层的黑色是水溶性的色素花青素 而且尽量不要淘洗超过两遍 避免维生素B打量流失 当然还需要注意观察 如果清洗出来是其他的颜色的话 那就要小心使用了 那么你买到的黑米有可能是假冒为例产品了 现在我们加入干净的清水 就这样浸泡4个小时以上 大家也可以提前一个晚上浸泡好 这时我们再来准备250克的面粉 然后再加入3个酱母粉 一勺食盐增加面粉的精性 先用筷子搅拌均匀 使食盐酱母充分的混合均匀 现在我们再加入温水来和面 用温水来和面 能够充分的激发出酵母的活性 那样发出辣的面就会特别的均匀蓬松 温水要少量多次的加入 一边用筷子搅拌 搅拌成这样的棉絮状之后 我们再下手揉面 把面团揉紧实一些 揉成这样软硬度适中的面团 现在我们盖上一张保鲜膜 整理密封起来 把面团放在温暖的地方 发酵一个小时 黑蜜煮之前必须要经过浸泡 而且时间一定要泡够 这是因为黑米与其他的米不同 它的米粒外层是坚硬的种皮 很难被阻拦 不仅会影响口感 也会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哦 现在我们把黑米放入蒸锅中 浸泡好的水不要倒掉 盖上盖子大火蒸30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小把的葡萄干 放入少许的清水把葡萄干浸湿 然后浇入少许的面粉 把葡萄干抓洗几下 因为葡萄干的褶褶非常的多 这样一来灰尘也会非常的多 所以葡萄干买回来 大家千万不要直接吃 它的表皮是非常的脏的 而且还有多清洗两遍才好 经过这样的清洗过后 这样葡萄干就非常的干净啦 这就可以很放心的使用了 洗干净的葡萄干放在案板上 我们把葡萄干切的睡小一些 因为我的这个葡萄干颗粒比较大 所以需要切一下 那如果凝架的葡萄颗粒小 那就可以省略了这个步骤了 切好装入盆中备用 现在我们来看看 把黑米蒸至这种软烂的程度就可以了 出锅 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红糖粉 现在我们把葡萄干放进来 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香甜的黑米线就调好啦 先放在一旁放凉备用 现在我们来看看面团 哇发的也太好了 里边满满的是蜂窝状 现在我们把面团取出来 在案板上撒下干面粉 放下面团揉面排气 大家也可以多多一会儿 这样蒸出来就会更好吃 更有嚼劲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揉好之后再搓成长条 然后把它分成等份的小面剂子 再把面剂一个个的取出来整理 把面剂多揉几下 然后整理整理 我们用擀面杖擀开 把面剂擀成牛舌状 尽量擀开擀大一些 然后把调好的黑米线料放上来 用勺子把它均匀地铺开 这里注意尽量不要铺满四周 四周边上最好留一些空白处 这样比较方便后面的操作 铺开之后选择一头 我们慢慢地卷起来 然后把所有的开口都捏紧实一些 避免楼线 再次放回案板上 用手压压 再用擀面杖轻轻地擀开 这时候擀里边有气体 所以我们动作尽量轻一些 再次擀成牛舌状之后 我们再把它卷起来 整理整理 像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接下来一次进行一样的操作 全部做好之后 准备地把放在蒸锅中 盖层盖子 进行二次醒发十分钟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来看看 像这样变得胖乎乎的 就醒发好了 经过二次发酵 它的内部竹子就会更加的蓬松 口感也会更好 现在继续盖上盖子 开大火水开蒸15分钟 关火之后不要急着打开盖子 再焖5分钟 这样可以防止塌陷哦 现在就可以出锅啦 浓浓的黑米香 好温极了 这样一袋好吃的黑米卷就做好了 用它来做早餐 营养又健康 还有一定的养生效果哦 比吃白面馒头可以营养多了 层次也很多 松软香甜 比包子简单 比馒头营养 夏天早餐就吃它 能量满满哦 黑米被营养学家誉为长寿米 是一种米中珍品 还有着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B组 钙 钾 磷 铜等微量元素 具有着非常高的营养价值 不过在吃黑米的时候需要注意 黑米虽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宜使用的 而且也有禁忌的 黑米不能和蜜蜂 马肉一起吃 这几种食物一起吃会影响营养的吸收 破坏本身的营养物质 黑米虽然好处多多 但由于这种米不易被消化吸收 像容易消化不良成为不好的朋友 容易上火的人群都不易多吃 那样会造成对肠胃的负担哦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我哦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